有了監察權可以由外部制衡司法 藉著糾談不孝的司法官員 為司法獨立鋪路 本人如果貴院同意擔任監察委員 會本則三分打老虎 七分打恐龍的原則 希望在餘下的任期 能夠移清過去司法 對綠營的迫害追殺 對藍營的縱容護航 讓恐龍強制退場 讓人民對司法體系恢復基本的信任 讓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能夠恢復起碼的功能 有人說法律的存在 是為了創造一個用不著法律的社會 本人認為監察院的存在 也是為了創造一個用不著監察院的社會 司法恐龍退場的時候 就是監察委員退場的時候 台灣出現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司法體系的時候 就是回歸三權分立的時候 謝謝大家 您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憲政的亂象嗎 您覺得這樣的監察院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果這樣矛盾的狀況不改變 那這個國家的制度有辦法運行嗎 蘇委員我主要的這個想法 跟蘇委員其實相當的一致 也就是說監察院 它不應該是變成一個行政的干擾 就是行政院這方面的干擾 但是我又有鑑於過去台灣司法的一些不中立 或者說不自主 所以我覺得監察院它還有一絲可利用的價值 這個價值就是來制衡司法 所以我曾經講過 我如果擔任監察委員的話 我要三分打老虎 但是我七分是要用在這個司法這個上面 為什麼還留了三分要打老虎呢 主要因為我知道還有一些人 就像國民黨以前的中評委 陳根金先生所說的 他說公務員大家要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些行政體系的敗類 那還是應該加以清楚 在同樣的那個時間 其實除了國民黨 在那一個這個混亂的那個狀態之下 上下其手以外 其實也有其他的個人或是組織 趁那個時候 把國家財產用不明不白的方式之下 登記在個人之下 政府在追究中國國民黨黨產的時候 應該把這些考慮進去 比方說 這個有一本書叫黃金網事 那裡面就提到蔣介石當初 他這個已經下野了 他只是總裁 但是他卻收了九萬兩的這個黃金 就是國庫署 撥給他的九萬兩黃金 他把其中的兩千兩黃金 撥給了王蒂吾先生 就創辦了這個聯合報 除了兩千萬黃金 另外還有一些外匯 那這個聯合報的這個第一桶金 事實上就是來自黨產 因為當時是撥給這個 國庫撥給蔣介石他的總裁 然後再由蔣介石交給這個王蒂吾 所以這些的案例 我覺得這黨產會應該要加以注意 這張東西 你 你 我來看 我來看 你 我來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